TVS 成天快事要辭職 带您关注这体谈焦点 刚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好手 已经陆陆续续的回来台湾了 包含李洋 王岐霖 还有戴姿颖 很多粉丝也都亲自到机场接济欢迎 但除了就在机场之外 其实机上的广播也是非常特别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就有一名特地飞到法国 替台湾健儿应援的女网友 就打赏了这同班的班机 她就在社群上面分享 这个机场广播非常不一样 因为她就说机场广播里面就说了 飞机上有很多中华队的选手 一一的来点名 包含雨球 射击 射箭 还有体操等项目 很荣幸可以陪伴他们一起回家 也感受 也感谢选手的杰出表现 更说你们都是台湾的骄傲 而女网友把这一段 po到网路上面 其实有很多人说 这实在是太感动了 真的谢谢这些中华好手们 好 今天说要带您看到 其实李洋跟王麒麟这次呢 是在奥运里面是连装金牌 但是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在冬奥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台湾印的 2的毛巾 那时候呢 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但现在再度拿下金牌 也出了这个周边的商品哦 根据UDN的新闻报导 台湾印毛巾2.0的版本 是特别在I上面画了 两个金色的原点 也代表是两面的金牌 所以这一次的新阳式呢 不只是很巧合 而且也设计者的这个巧思 都完全地展现出来 不只融合了台湾特色 而且也以金牌联法当作是主题 也象征出运动员的一些卓越的表现 还有国家的荣耀 而这一次设计呢 成功也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 也有很多网友 现在都开始在玩 这个台湾印的2.0毛巾 到底要是哪里买 也开始敲碗 希望可以尽快获得 这一个周边商品 好 持续带您关注 这巴黎奥运 除了这台湾好手之外呢 当然各国的运动员 也都是准备很久 才来参加这一次的赛事 只是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 似乎还要再持续的提防 新冠病毒的侵袭 根据中央社报道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就统计了 他说统计到现在 本届巴黎奥运 其实已经多达40多名的运动员 是确定感染了COVID-19 而里面有包含谁呢 就像是英国的勇将笔提 其实他才刚夺下 男子100公尺的挖式银牌 但是隔天就确诊了 他的团队说他其实在比赛的时候 就觉得不太舒服 另外还有澳洲泳队的多排希望 女子1500公尺的自由式选手 帕利斯特 同样也是因为生病 甚至最后还退赛了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选手 其实都受到影响 也凸显出全球的疫情出现新一波的升温 而另外其实根据统计 也有84个国家的国家数据里面显示 这COVID-19的确诊率 已经连续数周的正在攀升当中 因为这个病毒还在持续的传播 所以世卫组织也提醒 其实现在是非常有必要 要来提高自身应对的机制 要来防范这个疫情 持续的扩大还有传播 接续要带您关注的是国际的焦点 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民主党的 副总统候选人 是确定是迷你苏达州的州长华兹 但是他过去其实也曾经来过台湾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华兹其实早年就曾经来台湾来传教 也深入西藏还有跟僧侣来共处 而且他成为国会议员之后 不只在国会里面 是感谢香港民运的领袖黄之锋 也在北京的时候 像当时的总理李克强 强烈的关切西藏 还有香港的人权的问题 甚至还多次的出席 美国国会跟行政部门的 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听证会 而以华兹来说 其实他说他过去 去过中国大概是50次 最早在1980年就曾经到中国里面来教书了 但他还是觉得中国非常复杂 是很难理解的 不过华兹其实他的背景 是来自中西部的农村 跟来自加州的贺锦丽 两个人是背景互补 甚至这两个人之间 也有非常好的化学反应 相信情形 连线TVBS特派记者 你家会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91天 副总统贺锦丽正式宣布 副首搭档人选是 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 民主党2024贺华佩正式成行 现年60岁的华兹 曾经是高中老师和足球教练 他是猎人 他是退伍军人 也是枪支持有者 有12年国会议员 两任州长资历的他 到现在要上全国政治舞台 但有将近四分之三的美国选民 不知道华兹是谁 几星期前 华兹为川普和范斯 贴上奇怪标签 而迅速成名 奇怪也成为民主党 2024总统大选 最贴近庶民的用词 来自内部拉斯加州 小镇的华兹 在国会是少见的 中西部农村民主党人 他在1990年代 就支持同志权益 即使在保守选区 竞选众议员 他也主张支持同性婚姻 华兹出现之后 共和党也迅速将赫华佩 贴上危险进步派的标签 华兹的外交立场 还有很多未知 比较清楚的是 他谴责哈马斯 并且表示 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 不是哈马斯 虽然他没有太多 和国际领袖打交道的经验 但经过一个副总统 任期的贺锦丽 对自己的外交和国安 感到自信 贺锦丽也相信 华兹能成为他 很好的治理伙伴 那么在确定 贺锦丽搭档华兹之后 2020年成立的台美人 挺拜登团体 也正式力挺贺锦丽和华兹 在贺锦丽的姓氏拼音 也把台湾放进去 根据了解 华兹对台湾友善 曾经感谢台湾 在疫情期间 捐赠口罩给明尼苏达州 也在2022年 接待台湾农坊团 任内积极促进 明尼苏达州 和台湾的紧密贸易关系 在台北城里 明尼苏达州贸易办事处 跟台湾在农业 医疗和高科技领域 都有合作 TVB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好 带您关心台股的状况 根据新闻网的报导 其实台股在2号5号 短短两天就暴跌了 2811点 甚至又传出少年股神的 翻车事件 而根据台湾证交所的统计 其实在6日的时候 证交商的申报 投资人的违约买进 卖出的合计 总金额就达到2.39亿元 而这买卖相抵后 还小了1824.1万元 达到这申报违约交割的个股 总共有两档 而且各自是达到了8亿 还有4682.1万元 而这整个数字 其实都持续的影响台股 但是今天是不是还会持续的 来反映这个多档个股跌停的冲击 还是要持续的来留意关注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将镜头再还给主播一轮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